跟大家講媽祖很容易被情緒勒索 他看到有人跪著 就排一排他就知道要認過咖 叫班就自己扛起來 媽祖其實心腸很軟 他看到這樣他就知道了 你就那個時候就跟著跪就好了 你跪著就越多 所以跪著越多 媽祖就慈悲心大發 就會這樣去做 對對對 不要急著去碰 反正媽祖看到有人跪就知道了 媽祖真的 就我所知蠻容易 被情緒勒索 好像講有點不近 但是有點慈悲心大發 對啊 對 這是真的 欸欸欸 快點快點 要開始了啦 現場準備 5 4 3 2 新聞 800塊 你要聽 Dutch塊 艾瑞克 印新聞 我來講 你來聽 我是李彥某 我是陳志仁 歡迎來到艾瑞克印新聞 我們今天很高興又邀請到民俗專家 跟這個什麼 什麼 解籤達人 對 黃燕生再次來到我們節目 來跟大家解說 什麼是白沙屯媽祖 因為 要繞醒了 已經確定了 對 聽說16萬人是不是 16萬人對 他那個什麼背心啊 做不到 做不到 跟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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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 從白沙屯 苗栗白沙屯 這邊一直到哪裡 到中南部去的時候 到嘉義 到雲林那邊的時候 聽說那個 沿路宮廟很多什麼 香客到了怎樣 都滿了 滿了 爆滿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這次因為 因為白沙屯 我們要問一下葉車手 這次每次白沙屯的路線 是不是都不太一樣 對 白沙屯媽祖 他出群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只會告訴你 出發的時間 對 抵達的時間 還有回宮的時間 其他的路線呢 要怎麼走 是由他老人家自己決定 所以大家喜歡走 跟著他走 就是因為路線不固定 他很可能 路上 忽然一個轉彎 轉到一個你想不到的地方 但是他都知道 有人在那等他 這就是大家喜歡看的地方 對 那白沙屯 聽說白沙屯 整個祖縫的媽祖 是有三尊嗎 那大概是 有沒有任何的 他有各式其職嗎 怎麼樣 還是每次 每次出群都同一尊嗎 基本上白沙屯 拱天空裡面 比較主要有三尊媽祖 但他媽祖分靈很多 那主要三尊 一尊是正殿都不出門 是 然後一尊粉麵的媽祖 就是每年都會出門到 北港進校的那一尊 然後還有一尊黑麵媽祖 他另有任務 他的任務就是 粉麵大媽回宮之後 隔天就是換黑麵山媽祖 來巡整個白沙屯 因為大媽比較累 換黑麵山媽祖出來巡 對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個 大家可能會忽略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都講粉紅超跑 但其實那一頂神教上面是有兩尊媽祖 兩尊 對 還有一尊叫做三邊媽祖 在白沙屯的附近有一個鄰近的莊頭叫做三邊莊 那他們一百多年前一百多年以來 都是白沙屯媽祖跟三邊媽祖一起合教 搭同一頂教職去北港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以前的物資資源沒那麼豐富 比較匱乏一點 對 那他們人力物力就是集中起來 我們就是粗一點教職就好 那這兩個莊頭以往都把這個事情當做一個成年禮 就好像你是那兩個莊頭的男性 你到了一定的歲數 你就是要跟著媽祖去向北港 你才算完成了你的成年禮 所以在出發前一天 這個正好 因為當年我有去拍 大家都只會去拍白沙屯媽祖 就忽略三邊媽祖 三邊媽祖 三邊媽祖會先把自己的三邊莊尋完 尋完之後他會把守護莊頭的重責 當然交給他手下一位 一個屬下叫做造福王爺 這個王爺是臉譜很像鳥 有那個鳥的花紋 有一個說法他是原住民的神明 那交代完之後 他才會搭自己的教職到拱天宮 兩位媽祖一起上教之後才開始出發 所以其實你講白沙屯媽祖禁箱不太正確 是白沙屯媽祖和三邊媽祖的禁箱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一定要記得不要講繞境 你講繞境就被罵 為什麼講繞境被罵 一定要講禁箱 因為繞境 我們要知道什麼叫禁你知道嗎 國禁就是代表你的管轄範圍 白沙屯媽祖自己的轄區 三邊媽祖也有自己的轄區 你如果講繞境的話 他的禁有什麼苗栗一路繞雲林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有一個時候可以講繞境 就他們回到苗栗之後 開始在自己家裡繞 那就叫繞境 對 所以出發前叫做禁箱 回到家以後叫繞境 對 回到家我們通常會以秋冒園之後 以北算是他的禁 因為兩位媽祖也叫秋冒園分教 分教 那時候三邊莊的教職就會出來 然後把三邊媽祖請上自己的教職 你就看到兩個神教在那裡 互相送來送去 十八相 他們感情很好 一百多年來就一起去這樣 那這個葉宋先生請問一下 白沙屯媽祖這個禁箱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遇過一個比較特別的 有趣的事情 我前幾年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 那時候夏天非常非常熱 那媽祖其實他有時候不會走太遠 他怕大家很熱 他會慢慢走 可是他後來走到某個路口的時候 他後來衝過去 然後就停在一個 我記得是電線桿 他那也不動 他就轎子在那晃 然後他用他轎子前面那個桿子 一直在指著那個電線桿 那這個時候大家 你們 很納悶 應該怎麼辦 其實他們的廟的委員 都知道這個時候 要趕快拔回寢視 然後就開始停下來 但是寢視了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最後得到一個答案 媽祖說 這一根電線桿 妨害交通 建議移掉 後來有沒有移 我不是很確定 對 還有一次 另一個是 過西羅大橋 媽祖都有西羅大橋 對 那西羅大橋就是分隔兩個縣市的那個 那個連接處 對 那 另一個縣市的首長 那個縣長就在那裡結交 我就不想是誰 他那在結交 但是這個時候就有點尷尬 因為媽祖神教是不能亂碰 那可能那個縣長比較熱情 碰了一下 媽祖就後來往後抽 他很尷尬 晃了差不多五分鐘 媽祖也不走 他也不前進也不後退 對 就在原地 對 然後大家很尷尬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五分鐘後 媽祖的神教忽然衝得非常快 就把縣長留在那裡 留在當地就對了 那時候有沒有去管管 那個意思是什麼 沒有 對 就很尷尬 所以那些委員大概知道這個什麼意思 對 沒有人跟縣長講說 你要去碰他嗎 一定會有人講 但是 可能就太熱情 真的碰到 也不會罵你 但是媽祖的反應 我們就沒辦法去預測 他可能覺得 或是想趕快休息之類 就我亂猜 他被碰到就是 那個反應是往後 整個叫做往後抽 那當下就有一點點尷尬 有可能是媽祖說 我現在往前趕快到某個地方去休息 或怎麼樣 那你碰了一下我就會 對不對 對 對 但這個 每個人解讀不同 我是覺得那些媽祖 好像不太想要被碰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通常在路上走的時候 廟方其實說宣傳 不要碰神教 在書發前也都宣傳不要碰神教 是 因為那個神教也算文物 你不小心碰到 孫毀了也是麻煩 是 然後 後來那些媽祖飆車 就真的飆很快 他就跑到附近一間國小 原本要停下 對 國小 大家說媽祖喜歡小朋友 是 結果小朋友在那裡要接駕了 媽祖忽然晃了兩下 又跑走 跑走 他就覺得 他還在生氣 所以大家就很傻眼 對啊怎麼會這樣子 對 白昌倫媽祖跟三妹媽祖是很有個性 對 他們有自己原則 對 所以這一次的 媽祖繞進的路線圖 就決定說 也是拔杯 對 對 對 那就三月的18 3月18 3月18 要起 對 這裡 這裡 我記得是3月18的那個凌晨 好像是 凌晨12點半 3月18 凌晨11點50上教 上教 對 對 因為在這之前很多活動 媽祖要先尋自己的經驗 尋完之後才會正式 過了紫遲才會正式出發 然後國立23號到北港 對 到北港曹天宮 那北港曹天宮有一個點大家可以注意 差不多都是在上午11點左右 對 總紅超跑會先停在附近有一個叫北城派出所 他一定會停那個 每一年都停那個 每一年一定停 為什麼 就是他要等他全部的隨鄉的信眾到了之後 大家一起進朝天宮 所以他一定要在那裡停 差不多11點會停到 9點可能停到下午一點 他要等全部人 因為現在人越來越多 他要等全部人都到了再一起進朝天宮 那我們看這個在隨行 信眾很多綁了頭巾 紅色頭巾 拿一根那個三角的黃色旗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那個進香旗是代表 你跟媽祖的約定 你拿的這一支旗子 你就要跟他走道完 走道完 但是現在很多就是 大家可能參加個就一兩天這樣 其實你們不用那麼介意 據說那個旗子上面是有媽祖派的神靈 神兵神將在那裡助手 所以他規矩比較多 這樣可能不能帶進廁所 對 或不能到不甘心的地方 是 但現在規矩沒那麼多 你真的找不到廁所的話 或是你站在進廁所 你怎麼把它捲一捲 放到包包裡就好了 好啊 然後那個有一個袋子 對 還有那個避章 對 因為拱天宮他們很堅持 你跟媽祖報名 我們就要負責你安全 可是你有親自去報名的話 在路途過程中 你只要任何部署 或你想休息 你只要看到拱天宮的車 你隨時招手 對 他都會讓你上學 他們還負責幫你找素素的地方 對 因為媽祖路線不固定 他們很多都是當天才知道 今天要在哪裡住假 他們才會去找素素店 素素的地點 所以你有那個報名的備章 或帶子 他們就知道你是有報名的 那我就要負責你的安全 還有時速問題 對 所以不見得要從頭到尾走 對 不見得 像我前幾年去採訪 我是從出發到抵達朝天宮 然後後面是另一組同事去 因為你一個人要跑安全身 你身體真的負荷不可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叫班 有辦法這麼辛苦 對 然後 那這個 這次的九天的繞圈 其實是誰 那有沒有特別要注意哪些地方 或是說我們在跟著這白沙船 馬祖在繞圈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禁忌 或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們要大概知道一下 比較禁忌的話 其實有些不算禁忌 你對神明本身 你會去報名的 你大概都是尊敬神明 但是你就 有人說出發前吃素個三天或一個禮拜 那你走的時候不用忌口 因為大家知道 上路巴車要體力 對 所以路途中很多人準備的福食 未必都全素 這時候可以吃沒有關係 但是你前幾天可以吃個三天五天 甚至一個禮拜 然後你要走的話 不要穿新的鞋子 不要穿牛仔褲 不要穿牛仔褲 你會安鬆一點的 你會稍當 當過兵 對 那個非常痛 然後自己自備 簡單的雨衣就好 因為你自然不知道 會不會突然暴雨什麼 是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個 我前幾年 發現了一個秘密 對 大概三四年前 我是台灣第一個 準確可以預測媽祖住假的地點 對 那很厲害 我們先講什麼叫住假跟停假 是不一樣 停假是指休息 對 我可能休息十分鐘 或是一個半小時 中午大概一個兩個小時 對 然後就繼續走 住假是我當天真的過夜 那我前幾年會預測到是因為 我那一天發現媽祖前面已經停了幾種店 那一天就是他很喜歡餐廳 餐廳 對 然後車行這個不用講 他很喜歡車店或車行 對 然後住假 或是一些旅行車 旅館之類 飯店 那我那一天就想說 十一住停差一個 對 他很可能今天會在服飾店住假 結果真的沒有說 那天住假在一個體育的服飾店 我那天原本要下班 我的編輯忽然把我喊回來 對 我趕快說真的沒有說這種 然後十一住行 他最 媽祖很在停這些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 看看今年有沒有這個情況 還有就是幼稚園和學校 醫院 跟我們日常生活有關的地方 媽祖都非常喜歡去 那如果他去的地方 那位置剛好不是很大 他停校的時候那怎麼辦 他會停在 會有可能在室外嗎 還是說一定要讓他在室內 通常媽祖會繼續選擇 我要停在這個空間的什麼地 如果他停外面 那他就停外面 那 有的話他會在民宅也有可能 民宅通常會在院子 不太可能整個進到屋子 因為中南部可能都有一些庭院 比較 不像北部沒什麼庭院 中南部可能有一些廣場 然後學校的話 通常停司令台 司令台 那這個時候停假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慘敗 但是不要去碰 真的不要去碰 因為之前我是看過有人被罵 但不是每個叫班那麼兇 但是再來是一個基本禮貌 你走在路上不喜歡別人突然碰 就是這個道理 你把自己想著你是媽祖 你走路上你喜歡人家碰你嗎 不太喜歡 對啊 很奇怪啊 對 你幹嘛去碰人家 那有些人他去碰 是因為想說 那個轎子就是像他的車子一樣 我只摸他的車子 會沾一點福氣 對啊 像如果想請媽祖赐福的話 不要解碰 因為媽祖在人多的地方 對 媽祖跟大家講 媽祖很容易被情緒勒索 他看到有人跪著 就排一排 他就知道要亂腳 對 叫班就自己扛起來 媽祖其實心腸很軟 他看到這樣他就知道了 你就那個時候就跟著跪這樣 你跪的人就越多 所以跪的人越多 媽祖就慈悲心大發 就會這樣去做 對 不要急著去碰 反正媽祖看到有人跪就知道了 媽祖真的 就我所知滿容易被情緒勒索 像講有點不近 但是有點慈悲心大發 對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然後 漫狗他有一些規矩 就是 如果你有帶護身符的話 對 把他拿下來 拿下來 帽子也拿下來 拿下來 對 因為帽子 一般人說禁廟裡面戴 帽子是不禮帽的 那禮拜是不禮帽的 對 那其實現場的工作人員會提醒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你只要不亂碰 不要亂講話都沒事 那符拿起來要放哪裡 你放在口袋裡 放在口袋裡 因為那個符也代表是 另一個神明的印記 是 對 你不可以讓神明掛過另一個神 那我通常會收到口袋 對 就不要掛著 收到口袋就好 對 對 對 那我們這個跟白沙圖這樣 鏡像這段旗艦裡面 除了這些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哪些 我有一個建議 白沙圖媽主的一個APPAPP可以下載 是 它會記載路線 然後它會告訴你公告 我們在這裡停價到幾點 是 目前停價的地點在哪裡 對 然後上面有很多人會 譬如說不好意思我腳不舒服 很多人在哪裡我去載你 對 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那邊提出來 你有車子可以載人 你也可以在上面提 是 對 那那個APP很重要 因為它還會標出 附近有沒有可以讓你 休息 休息 晚上洗澡 這些地方都在裡面 然後一個重點 走到身體不舒服趕快求援 不要在那裡嘴硬 你只要求援 每個人都會幫你 對 像我那時候走到中暑一點的雲 對 我只有點暈 旁邊就有人過來 過來就幫忙了 對 就給一條很乾淨的絲毛 然後馬上就降溫 在那裡人情味是非常非常夠的 你第一次參加也沒關係 你只要不碰神教 我覺得都不會怎麼樣 那通常去參加進鄉的那些信徒 他們都是一邊走 把自己的所有的東西都背在背上嗎 通常是這樣 你說他們有交通車 或者可以放行李的地方 通常行李 有人會拖一個那種 像買菜的籃子 對 都是隨身帶的 因為 都是隨身帶的 那個後背包 然後插一個那個旗子 然後綁那個頭巾 然後背一張 這樣戴帽子這樣的時候 很多都這樣 就標準 對你是誰 那就是要穿的布鞋 會比較輕便鞋 寬鬆褲子這樣會比較好嗎 我會建議你們再帶一雙假角頭 下雨的話 或者是你晚上休息的時候就穿了丟角頭就好了 下雨就很麻煩 對 然後 以前大家有問我說媽祖今年會不會撩虧 就是走那個桌水溪 對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幾年應該都不會撩虧 因為 人越來越多 是 以前媽祖大概 比較久以前 三五年走一次 是因為他想要 度化一些在 桌水溪裡面的一些 無形的重生 但是 你想他這次出去十幾萬人 沒有 人越來越多 一起走下去 一個有閃失他 他就會 過於 他過於不去 所以去年 去年好像七萬人 對 媽祖走到 桌水溪西游大橋那時候 一度想要 下去 有那個感覺要下去 對 但那個時候廟的主委 就 就忽然出來 就 站在媽祖的神教前面 就一直 在講話 對 那個感覺就是 媽祖娘娘 我們人很多 對 跟他共同都派他不要下去 所以今年 先不要這樣子 對 因為心動態 因為老人家 比較固執 我真的看好多老人家 他就不給人載 他就是要用走 如果這個情況 你撩虧下去 對 那 只要一個閃失 對大家不好 對 媽祖那時候就 我感覺有點不情 好啦 那我走 有時候你這種看久 你真的感覺出來 神明可以透過神教 表達他的一些情緒 或是肢體語言那種感覺 所以要覺得會撩虧了 不會 我覺得應該不會 然後媽祖在走有一個特點 是 他如果去的時候走三線 回來就會走海線 嗯 那反之如果去了走海線回來就會走三線 所以不會重複就對了 比較少 比較少 對對對 他一定是這樣繞一圈回來 對 嗯 然後 媽祖其實有一些固定會去的地點 對 就像 我剛剛講的北城派出所 是 是 然後邱茂園 回來回宮呢 前一天會到邱茂園 是 然後 還有一個地方叫做 通灣石后宮 通灣石后宮 這個是 是在哪裡 在苗栗 因為 這次這兩位媽祖回莊前 固定會在那裡 住假一個晚上 什麼 太累了 太累了 先休息一下 隔天才會到邱茂園分教 是 然後再各式回家 嗯 然後 我聽說白沙園媽祖很喜歡看歌仔戲 哦 所以在 白沙園的車站前 每年都會有人擺戲 媽祖都會去看 哦 對 所以各位如果 不知道怎麼參拜媽祖的話 因為他 自己走你也不知道會走去哪 你可以抓這幾個點 對 但不要推擠 因為媽祖會在那些點停 停比較久 每個人都有得拜 哦 對對對 那他到那個北港又進去 就聽說那個場面 對對對 因為到北港 我剛才有講 媽祖會在北城派出所等全部人一起到 是 才會進去 那進去之前是投襲隊 媽祖有一個投襲隊 對 就是媽祖 拿著媽祖練習 對 帶著投襲 緊喔 然後 緊 三進 三退 這樣連續三次 最後神教才進去 媽祖會帶著全部人一起進去 但是 大家如果要一起進去要小心 因為 朝天宮裡面 我是覺得很大 但十幾萬人 可能幾萬人一起進去也是很擠 真的不要推擠 因為我真的有被擠到 然後 沒辦法呼吸 有一次採訪 然後被擠到 又是拆臉 就是 那個呼吸 一定要小心 不要硬 因為媽祖會在那裡待到半夜 是 才會出發 大家都有時間拜 然後 進朝天宮之後 當天的半夜 就是那個 情火的儀式 對 媽祖在那裡待不待一晚上 大概五六個小時 要不及八個小時他就離開了 所以要把握這個時間 在媽祖洗假前 你都可以去參拜 那情火儀式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情火 情火是指 這個其實叫掛香 台灣的民俗裡面有一個 祖廟跟分林廟之間關係 我要回祖廟去請香火 把能量帶回來 但是我先講 拱天宮 不是朝天宮的分林廟 是 這是有原因的 對 因為拱天宮一直認為他們祖廟其實是在 梅州祖廟 是 是 但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去朝天宮 對 這有一段故事 因為當時朝天宮是台灣唯一一個 有 有 供奉媽祖的父親跟母親的聖父母殿的媽祖廟 歷史又最久 對 那他們覺得我去這裡 雖然沒有回到祖廟 但我到這裡請 請香火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每年固定到那裡去 那 他請那個香火儀式 那個很精采 真的非常精采 因為 朝天宮的助詞是佛教的出家師父 他們會活一個火缸 每年固定那個火缸 然後那個師父會念完全部的書文 把這一次全部報名參加的名字全部念完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十幾萬人 但是他就念完 我每年看他念很久 然後念完之後全部化掉 他朝天宮萬年香火裡面 搖香灰和火星來 然後關到一個 很像一個隨身攜帶的小行李箱 很像一間廟的樣子 對 把他封起來 對 然後那個香火馬上就要 鑽車送回白殺人口 真是鑽車 我不是跟媽祖慢慢吵 馬上就要送回去 這個非常精彩大家可以看直播 因為你沒看 你不知道那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要知道香火這個意義是 這個意義是什麼意思 像香火基本上是能量 因為你有時候需要到 祖廟或是你的 不要講祖廟 就好像你從大學畢業 我也要回你母校 要重新學習一下 我補充一下 補充一些能量 對這個概念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 媽祖起家回軟 回宮的時候 他轎子那個臉部是放下來 你看不到媽祖 因為這個時候 他能量補充完了 是 我是聽說 就是怕有一些無形狂會搶能量 所以蓋起來 不讓你看到 一直要等到回宮 然後再過好一陣子 才會真正的開爐 像今年的開爐是 國立4月6號 你看 26號結束 要等到4月6號才要開爐 這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個 我前幾年觀察到 很有趣的事情 白三輪媽祖的進香 通常是過年 大年初幾在那裡 滑杯 每一個時間 就是說幾月滑杯 三個醒杯才有 結果有一年 前面連續滑好幾個都沒有 都沒有 到第二輪的時候 董事長 是不是正月要出去 是 三個醒杯拿 正月 正月 大家 不會吧現在還在過年 還過年要出去 然後我就滑 正月初五兩個醒杯 大家全場 倒吸口氣 對 然後第四個醒杯沒有了 沒有醒杯 大家才 還好 大家全部都雙口氣 因為大家很怕 過年期間如果 媽祖在那邊過年去 你也不能說什麼 對 你也整去了 但是會很累而已 所以媽祖還是 我覺得他體恤 每一個的信眾 他真的 很有個性 但是 不要碰一些競技就好 我會建議大家 一輩子可以走一次 你不用走完全程 你挑個兩三天就好 然後 那以前為什麼 比較少人跟著走 那這幾年 為什麼 好像很盛行 對 其實我有去翻過 我之前有寫一篇評論 其實媽祖在 白山的媽祖在台北市 翻SARS那一年 到北部 到台北市你們知道 沒有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對 好 我後來發現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Youtube 也沒有直播 對 我後來得出一個可能 結果是因為 因為這幾年直播 越來越盛行 是 很多人就會知道 就知道有這個活動 是 然後也都知道 出發的時間 也知道APP 那大家想說 那我碰到媽祖機率就高 對 那我當然去了 有什麼關係 對 其實我覺得跟科技的進步 有很大的關係 像以前我也不知道 白山的媽祖 我來過台北市 我還住台北市 我都不知道 我後來翻吃了 因為他來過 真的就是SARS那一年 03年來過 所以他要往北 還是往南 即使是還是他 媽祖他會決定 對他會決定 大部分都是往南 就對了 但他白山的媽祖 有時候會有 臨時的出差嗎 出差 臨時的其他的行程 任務 任務 他前幾年來過桃園 桃園 對 他有去過桃園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 有一個汽車用餅店的家庭 然後弟弟是 老闆的兒子是有 然後他的姊姊 一整天都在門口 等媽祖 結果 也很奇怪 那個時候 我覺得應該沒有作假 我覺得那沒有作假 因為姊姊在那裡等 然後你就看 那個監視器畫面有流出 你就看到媽祖 媽祖 後來神教都衝過來 然後姊姊都衝進去 說媽祖來了 媽祖來了 他們就趕快把小朋友 媽祖就為了這一個弟弟在那裡 停留非常久 那個故事 那個畫面非常感人 我想說很奇怪 為什麼媽祖就知道有人需要他 每次都這樣 這個 大家今年可以體會一下 什麼叫做媽祖知道你需要他就會出現 對 我覺得媽祖跟關公 在台灣應該是這兩大這個 信仰 對 就是拜媽祖的其實 這是非常多 然後關公的也是算很多 對 對 那為什麼台灣會對這兩個 這麼的虔誠 而且幾乎是 你只要是 雅香在拜 其實都一定會拜到他們 其實 你讓我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媽祖可能又更廣泛一點 那關公是因為他什麼都管 關公什麼都管 他什麼都管 他就是財神 對 又是武將武神 軍人也拜他 警察也拜他 做生意也拜他 對 然後他又是文昌 我們知道武文昌裡面 其中一位是他 他什麼都管 那當然大家都拜 是 我還聽過外科醫生也拜他 還刀 因為用刀 對 那關公這個是因為他 形象非常鮮明 所以大家敬拜他很正常 對 他也真的很靈驗 那媽祖會很多人拜是因為 他有一種 母性的形象 因為 慈悲的形象 很多人自己可能年紀大了之後 然後 他們的母親或長輩都不在 他們需要一個精神上的神明 是 那是不是自然的人就會找到一個 他們的心中更崇高一個 理想的母親的形象的神明 那 這個真的 有的人把媽祖還有觀音當成媽媽 對 這樣子 像 台灣有一個族群他們姓林 對 然後他們怎麼稱呼媽祖 他們叫他姑婆 姑婆 應該姓林 媽祖姓林 姑婆祖後祖姑婆 我們知道台灣的神明跟人之相關係是很近的 是 很像家裡的長輩 對 像 歡音 歡音或媽祖就是一個長輩 觀光也是另一個長輩 觀光也是另一個長輩 這形象不一樣 對 就是這樣 對 有很多人會把媽祖去想做客人 對 有些這些 台灣很多這種的習俗 對 我就是那個保身大地的客人 對 那我男生啊 然後 一定也有人去讓 那個媽祖或者是觀音收作 乾兒子乾女子 保佑他平安 身體長大就對了 對 因為 以前台灣 物資條件不好 對 小朋友不好 對 所以都希望神明當他的乾爹或乾媽 嗯 庇佑他 那其實這個 要認神明當乾爹乾媽 程序是蠻複雜的 但是廟裡會蠻複雜的 因為 對 在傳統信仰認為這是一個很慎重的事情 不是你之下認得鬼 我要糟糕天下 對 我要告訴全部的人 這些人是我的乾爹是乾爹 是 那無形眾生不要 找他麻煩 是 然後我會保養他們平安長大 就是這個意義 那這個還要寫書文上書 對 要寫一個公文 所以這個 沒有 不是嘴巴上說就好 對 對 那時候我還要去那個 任保身大地的時候 對最後的那個廟方來說 那個 武同意 武同意 對 這樣才可以 對 不是說了就好 對 神明要同意 還有很多程序要保 好 反正這個白沙屯媽祖已經在 大概3月18就要進鄉了 然後9天8夜 10幾萬人 這個空前絕後 我覺得很多人會一邊走一邊自拍 然後會上傳影片或者是那個臉書 告訴我們現在的情況或者他自己的情況 我們今年再來觀察一下說 這次白沙屯媽祖還有什麼神機 會繼續來照顧我們台灣地區 所以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燕森再到次到我們節目來 我們下次再希望他還有機會再跟我們講解其他不同的一些領域的知識 宗教的文化 對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請歡迎你這個按讚點閱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